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年前 师大娘的老伴也去世了 就是姑姑们照顾和学 师大娘的孙子和孙女也都慢慢长大了 让她欣慰的是 去年孙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今年三月份 师大娘的孙子又准备去学校了 师大娘早早地就把钱准备好 让孙子走的时候带上 孙子要出远门了 师大娘还是有些担心 正当她要给孙子拿钱时 却发现 放钱的箱子有些异常 这地方箱子呢 这地方是球出来了 看着 见得了 敲起来了 敲起来了 这儿 这儿敲起来了 这儿 这儿就开了 差不多有这么大的封锡 没了 没了那么大 可能就是这种样子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当时也坏了 这是原来在哪儿 这块东西原来在这儿 原来在这儿 这是撬开了 这是撬开了 原来是在这儿这样的来 紧接着 师大娘就发现 箱子上的锁增也坏了 这让她不由地紧张起来 因为给孙子准备好的学费 就放在这个箱子里 师大娘赶紧翻着起来 她就给你家伤就抗 抗死了 把你给我回吧 大开之后就好 现在箱子和那边打得 薄薄麻辣 看一眼麻辣 这是作业来的 带一带 师大娘给孙子准备好的 七千多元 就放在一个黑色的包里 然后锁在这个箱子里 但现在箱子却被人撬开了 里面的包和几条烟都不见了 这下师大娘着急了 随后 师大娘的大女儿报了警 先生是从这儿 放墙进入院内 院内的门没有锁 里面的这个蒙到蒙也没有锁 然后直接进入 放现金的那个箱子旁边 把箱子撬开之后 然后是将里面的现金取走 这笔钱的失窃 让师大娘慌了神 你千千顶着要咱们的花 那还能扣花的老伯 被人家把酒扫了 现在首先要做的 就是确定嫌疑人并将其抓获 否则这笔钱可能很难追回 我们考虑到 嫌疑人肯定会在近期把这个钱花掉 所以说是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万幸的是 师大娘家的院子里 刚好有一处监控 凭着这处监控 能否尽快确定嫌疑人呢 监控画面显示 在3月21号上午10点20分左右 一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出现在师大娘家的院子 随后进入了屋内 大约两三分钟之后 这名男子从屋内出来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 这个嫌疑人出来了 是 看后边这一块包 这应该是当时丢失那个 师主的一个包 就是把这包给你走了 对对 嫌疑人从屋内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戴口罩 通过侧脸可以大体判断出 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 除此之外 民警还在其他村民家门口的监控里 发现了这名男子的身影 9点多到10点多 一个嫌疑人 然后是进村以后 在一个村民家附近转游 可能他这个时候就在选择转游 选择转游 然后是准备实施盗窃 师大娘所在的南湖村 距离县城20多公里 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平时也很少有生人来 那么这名刑妾的男子到底是谁呢 难不成是本村人作案吗 谁会跑到这么偏远的一个村子盗窃呢 为了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以及去向 民警又调取了村口的监控 果然有所发现 这是试探办组 发现一个嫌疑人 穿白色衣服 然后从膝口 它叫指示出 然后是这个嫌疑人的鞋跟裤子 跟当时案发现场的裤子和鞋是相似的 都是衣服不一样 对 衣服不一样 可能是换了个衣服 对 应该是外面 应该多穿了个衣服 这两个人应该是 脱为一个人是案发现场的嫌疑人 随后 民警在通往南湖村的各个路口进行排查 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之后 有几个路口的监控中 再次出现了这名男子的身影 但是 该男子戴着帽子和口罩 面部均无法看清 无法看清嫌疑人的正脸 然后是只能从摩托车进行追踪 然后是最后追踪到西大爷一个村庄里 案发后 平遥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一路追踪 最终确定了 摩托车的车主是平遥县西大盐村的张师傅 那么这个张师傅会是实施盗窃的嫌疑人吗 摩托车主拒不承认 是真不知情还是另有隐情 那你见了摩托 借车借钱后 消失不见 他到底在躲避什么 老鼠是少的 猪鼠是少的 头部两个意思 本着连地方不见 打不见的了 帮门 打到汉面倒了 嫌疑人被抓获 行切理由让人择舍 这件衣服就是他进入被害人家里头的时候穿的这个外套 监控下的黑衣人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监控视频显示 嫌疑人在施大娘家做完之后是骑着摩托车离开的 明警通过技术手段 很快就确定了摩托车的车主是平遥县西大盐村的张师傅 张师傅声称 案发那段时间他一直都在上班 从没有去过南湖村 事后 民警经过比对发现 案发现场的那名男子与张师傅并不是同一个人 章某的这个体貌特征 包括他的头发 体型 都与案发时发现的这个嫌疑人不一致 所以说是我们就就将张某排除了 既然作案的不是张师傅 那么骑摩托车的又是谁呢 这时候 张师傅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人 张师傅说 去年六七月份 有一个叫安某的人 来到他们村子租房子居住 他和安某也是在打零工的时候偶然间认识的 后来 安某问他把摩托车借走 之后就没了音讯 张师傅说 安某离开西大盐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摩托车也一直没有归还他 除此之外 民警还了解到 安某在西大盐村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租了你的房子 多少钱租给他了 他是八百元 八百元当时是没有给钱 两块里面二百块钱的 我们给你借两千块钱的 就有一个月给我借 这个钱最后也没有花 租了月了 不够 不够 压金不够 我们要借四百块钱的 他借给你四百块钱 刚开始变息他上去 靠上来的上来的 老师说上来的时候上来的 后来他一直把你的电话不见 打不见的了 把他们大的海面当了 村民们反映 安某于去年六七月份 带着儿子来到西大盐村租房居住 没有固定职业 生活难以维持的时候 就以孩子生病为由 向周围的邻居借钱 今年二月份 安某带着儿子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 我们将安某定为这个 盗窃案件的协议人 然后我们就对安某进行 安某的这个身份信息展开调查 包括他的这个亲朋好友 随后 民警通过技术手段 确定安某在坟洋的位置 于是 立即赶赴坟洋 对其实施抓捕 在经过严密的部署之后 在一饭店 将正准备吃饭的安某抓获 这件衣服 就是他进入我们被害人家里头的时候 穿的这个外套 这件衣服 就是他离开时 逃离时 逃离时骑上摩托车之后 穿的那件衣服 审讯过程中 安某对自己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 之前我们了解到 安某带着儿子生活 但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固定工作 时常向邻居们借钱生活 他之所以作案 难不成也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吗 然而民警在后续的调查当中却发现 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像当时的话 你家这个侄子的干什么了 做什么工作了 他就是打零工嘛 那会还是打零工 他就是给人们装装打零工 能挣下钱吗 像那会的话 挣不下钱 安某的叔叔说 十几年前 侄子安某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与妻子生下一个儿子 当时的安某也没有固定工作 后来他给侄子在一个厂子里找了一份还算比较稳定的工作 但侄子对此并不上心 因为安某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生活难以维持 妻子在与他生活三年之后便离了婚 此后 安某就把孩子留给父母照顾 自己独自一人去外面打工 但是打工他也不是那种老老实实的打工 每天都上班 他就是上上三天想休息就休息了 老板一看这个人干活不用心 完了之后就把他辞退了 他就不想劳动嘛 不想劳动 你是比较懒的那种 对 安某的叔叔说 两三年的时间里 安某换过不少的工作 但每一份工作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再后来 安某又认识了一名当地的女子小丽 小丽说 小丽说 她之前也有过一段三年的婚姻 离婚两年之后 再一次偶然间与安某认识 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相处了 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后来小丽慢慢发现 安某好吃懒做 一点都不顾家 把傻子 一点点都把傻子 或者怎样是吃下来之后 一点点都把自己关了在家 不说不动 下单也是两个人家打开了 在一起同居两年之后 安某仍然没有丝毫改变 我还不养我家就 以后老 老的搬养我家也有 养我了家 他老 老 老 老的是 好生老猪都是 好生老猪 不是 有周生 好好给那儿端端 那时候上回来 一个娃娃 啊 也能照顾他过来 也能生活都过来 他是 不周生嘛 安某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但都以失败告终了 而他的家人以及认识他的人说 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结果 关键的原因就是 安某呢 好高骛远 大钱挣不了 小钱还不想挣 好吃懒做 导致生活难以维持 那么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呢 当安某说出他作案的理由的时候呀 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啼笑皆非 两段感情失败之后 他仍不愿改变 我让人踏上去没有接他刚过会儿 就是刚开带就是在那儿 估计他就是带现在的 经济拮据的他 又有了新的想法 还是好好地 我家就胡说的嘛 还是上了团了 或者还是不好的 实施盗窃的背后 竟是为了满足虚荣心 他是想和冯阳的这个女子 应该是要躺红怒架了 监控下的黑衣人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小丽带着女儿离开之后 安某再次把孩子留给父母照顾 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 安某的父母先后去世了 之后 安某就带着9岁的儿子独自生活 去年6月份 因为孩子要上学 安某又带着儿子 来到了平遥县 西大盐村租房居住 然而 这个时候的安某 仍然没有丝毫地改变 我认识他上去没有接他刚过会儿 就是刚开带 就是在那儿 估计他就是带现在的 不想劳动 好像是长期 但是不知道我家是港生的 可能是因为欠了不少外债 安某于今年2月份 离开西大盐村之后 就把孩子交给将近80岁的叔叔照顾 自己则去了坟洋打工 安某去坟洋 他去干什么去了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返回70多公里之外的南湖村 来实施盗窃呢 他本人是在冯阳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冯阳局的女子 他是想和冯阳的这个女子 应该是要谈婚弄嫁了 据安某交代 这名女子今年30岁左右 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 离婚之后自己一个人独自生活 去年10月份左右 偶然间与安某认识之后 两人相处过一段时间 到了这个信用卡的黄款日了 女方就问这个男方 问问这个安某要钱 安某为了讨好这个女方的欢心 就去了这个平遥这边 就是问她的亲戚朋友 继续借钱 还是好好的 我家就胡说了 还是上了团了 或者还是不好的 集合能跟他进去了 接走了就再不来了 欠了不少亲戚钱了 欠了不少 想着 之前借亲戚们的钱还没有还 安某就来到施大娘所在的南湖村 想找一位远房亲戚借钱 但这位远房亲戚不在村里住 于是安某就产生了盗窃的念头 所以说她临时起义 来到这户人家里头 这家盟是当时是家里没有人 盟也锁着了 她就方强进入盗窃 安某不想着踏踏实实赚钱 反而为了所谓的虚荣心铤而走险 这样的行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他还有没有其他盗窃家间 根据我们调查下来是 他只是在南湖村盗窃了这么一起 具体还有没有还需要进一步的侦查 据嫌疑人交代 在实施盗窃的当天 他就用这笔赃款买了一部将近4000元的手机 除此之外呢 还给焚羊的那名女子几百元钱 民警将其抓获的时候 这笔赃款只剩下2000元左右 那么安某用盗窃来的这笔钱进行购物消费 或是赠予他人之后 能否要求商户或者不知情的第三人返还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连线赵佳佳律师 请他为我们解答一下 盗窃所得的款项都应当是退还给咱们被害人的 抓获的时候 嫌疑人身上还有这2000多块钱 都应当退给咱们被害人 其次呢 针对于他买手机的这一部分款项 如果买手机都是通过正常的交易渠道所购买的 并且呢 是以正常的市场价格购得的 商家不知情的情况下 是不能要求商家来返还的 再者 针对于他赠予的这部分款项 因为赠予的那个女士呢 属于无偿取得 所以我们可以要求这位女士来进行返还 最后呢 其他没有追回的款项呢 都要由这个嫌疑人来进行退赔的 目前 犯罪嫌疑人 因入户盗窃 已被平咬警方刑事拘留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经历了两次感情的失败之后啊 安某呢 本应该是迷途知返 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踏踏实实的干活 安安稳稳的生活 可他呢 不但没有这么做 反而为了所谓的那个虚荣心啊 去铤而走险 最终重判清理 老话说的好 财养家 取之有道 手末伸 伸手 必抓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